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共分了九章的内容 分别是物流系统工程的概论 然后物流系统的方法论 以及它的常用的技术 接下来的几章就是物流系统的分析预测建模仿真规划 以及评价和决策 总共有这么一些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上第一章物流系统工程概论 那么这一章里边呢 我们总共分了八个单元 也就是八个知识点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物流的基本概念 物流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字拆出来 一个是物 一个是流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所谓的物指的是所有的物质资料 包括了各种自然资源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生活资料等等 这是物的概念 流是什么呢 流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种活动 那么这里我们所说的流是指物质资料的流动 也是指实际的物资从供给地向需求地的一个移动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流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种活动 那么把物和流把它结合起来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最基本的物流的概念 这里国家标准对于物流是怎么界定的呢 他说的是所谓物流就是物品从供给地向接收地的一个实体流动的过程 根据实际的需要 我们可以把很多很多基本的功能 基本的活动把它结合起来 哪些活动呢 最主要的有这样一些 运输 仓储或者我们叫储存 还有就是装卸和搬运 接下来是包装 还有流通加工 配送 以及信息处理 这七大基本的功能 把它们实现有机的结合 这就是物流的概念 这是我们国家标准对物流概念的一个界定 那么物流 我们刚刚讲到了 是从供给地向需求地的一个转移 那么最初是从原材料的供应点 那么我们把原材料采购进来了之后 我们要进行生产 当然这个生产里边包含了很多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装配 对吧 生产包括粗加工 半斤加工 斤加工 然后装配 然后检测等等 很多很多的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个生产的概念里边 生产完了之后 我们要把它卖给消费者 所以最后它是要一项消费的终端的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这个单项的这样一个移动过程里边 我们就是界定的这个logistic 物流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有的也把它直接理解为叫material flow 两种说法都有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logistic理解为material flow 其实这是它一个最基本的最原始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个材料的流动的过程当中 产品的流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还包含了什么 信息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 我们叫information flow and capital flow 当然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活动 或者其他的流动的过程 这是物流的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从它的本质上面去理解 物流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词叫服务 用英文说是service 物流的本质就是服务 所以把它归到第三产业里边 是一种服务业 那么我们理解了前面关于国家标准的定义 理解了它一个基本的过程 我们再来看物流是什么 物流是控制原材料制成品 产成品和信息的这样一个系统 我们包含了实际的物资 也包括了流动的过程 它是一个系统 从供应开始 经过各种中间环节 转让拥有 而达到最终的消费者手中的 这样一个实物的运动 来实现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机构的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是物流它的含义 现代的物流应该说它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以前这个国门关着 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样来做 不光是国门 各个部门也都是自己 现在不是 现在是一种开放的经济 这个部门和部门之间开放 城市与城市开放 国家与国家开放 所以经济全球化 就促进了现代物流的发展 同时现代物流也是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业 好 这是我们关于物流的 服务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理解 商品的价值 一般包含哪几个方面呢 一般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它的形式价值 形式价值就是商品从一个产品 从原材料进厂到最后的这个产品出厂 它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从最初的一个毛坯变成了最终很精美的一个产品 或是零件或者部件或者是一个机器等等 它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这是第一个商品的价值 第二个是它的时间价值 这个第三个呢 是它的场所的价值 第四个是它所有权价值 所有权价值指的是所有权的一个转让 那么从这个里边来看 形式价值是由生产来产生的 所有权价值是由销售过程来导致的 而中间两个时间价值和场所价值就是由物流来产生的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时间价值 比如说粮食 粮食一年产一季两季或者三季四季最多了 对吧 那么不是说粮食一产下来咱们都把它吃完了 然后就管几个月的肚子饱做不到这样的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储存起来 在不同的时间里边我们都可以去享用 都可以用它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样一个产品 它在持续的时间里边 在不同的时间里边 它都是能产生它的价值的 这是它的时间价值 这是由物流当中的一个储存这样一个环节来实现的 场所价值更是了 我们在武汉可以吃到图鲁番的葡萄 我们甚至可以吃到东南亚的 这个各色各样的一个水果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物流 这些不同的物品 它可以由原来只在产地消费 现在变成了它不同的场所都能够实现消费 这就是物流带来的 这个它的价值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整个生产和消费的一个过程 我们最初从原材料辅料 标准件通用件开始 我们来进行生产 生产完了进行包装 然后上托盘 然后运输 这是生产完结的一个环节里边 然后呢就进入到企业的仓库 进到企业仓库之后 就有人会来提货 提货了以后呢 又要上托盘 然后又要运输 把它运到哪里去呢 运到商业的仓库里边去 到了商业的仓库之后 又有商店再来提货 也要经过运输的这样一个过程 把它运到商店的 这个小仓库里边去 直接进到商店里边去 然后就把它陈列到货架上面来 顾客可以直接到这里来买东西 那么最后就到了消费者手中 这样一个过程 从生产 然后到最终的消费这样一个过程 完结了没有呢 物流的过程完结了没有呢 没有完结 因为我们这个使用了这个商品之后 它需要最后啊 它要废弃对吧 那么废弃物流 以及回收物流 它也是重要的过程 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把它全都包括起来 这就是我们整个物的流通的过程 在这个物的流通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红圈圈我们画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物流 第二个呢 是消费物流 第三个圈是回收物流 这几大块就形成了我们物流的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我们物流活动 就是把物流的多个功能 它的实施 它的管理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物流活动 这也是国家标准给出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里边我们刚刚说到了七大主要的功能 那分别是运输仓储 包装 装卸搬运 流通加工 配送 以及信息 信息管理 七大基本的功能 那么这七大基本的功能 我们将在下一个知识点里边 为大家来进行介绍 那这一个知识点 就是物流的基本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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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